罗盘 竟在生命电视台 我们是属于是不特其融 我们是一个不相异形 不相异形有两种 具有生命者不相异形 没有具生命者不相异形 所有的六道众生 都是属于是具有生命者的不相异形 那没有生命的不相异形是什么呢 日月年 平常我们所讲的这些的丧时时间 我们绝对不可以说时间是设法 时间不是设法 日月都是一个不是设法 举例来讲 维系的无产业是没有具足 生命的不相异形 那我们就是观察自己的时候 你先我们就观察一下 这个是很有趣的 那我是属于是具有生命者不相异形 我不是物质 你不是物质的话 你现在拥有的身体是不是你 不是吗 对不对 这个是一定决定 刚才我们前面讲过 我们是属于是不相异形 你的身体绝对不是你 对不对 我们的身体不是我 那你的身体不是你的话 确定四肢取肝 五脏六腹都是不是你 包括我们甚至就是皮肤骨架 都是不是你 所有内外的 你的身体的部位都是不是你 这个都是属于是物质的部分 想 想是属于是什么 想属于是心法 你的思想是不是你 不是我们 对不对 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哲学的角度来看的话 我的想就是属于是心法 我是不相异形 不相异形 跟心法 色法 都是相伪的 我的想跟我之间有加了一个德 那这个是想是谁的 属于是我的 这个并不代表是我 所以加了一个德 我的想 那我的受 我的行 简单来讲 我的五蕴都是我的五蕴 绝不是我 那所以你的五蕴不是你的话 那你在哪里 最后就是我们一定要寻找自己 那你在哪里 你平常多么爱自己 多么的在意自己 那你在哪里 其实你是存在的 绝对不能说我不存在 我是存在的 领受痛苦者 享受快乐者依然存在 但是我们确确不了解了 我们自己存在的方式不了解 比如说我们个人的五蕴是 个人的失色处 失色处是什么 安利的基础 依于你的五蕴 而安利为谁 陈先生 林小姐 那林小姐 那林小姐取了一个 林小姐的名字 安利的处处是谁 我们的五蕴 摄受想行事 我们的五蕴是她的失色处 依靠着我们的五蕴 而安利为陈先生 这是分别所加利 明言所安利 就是这个意思 我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心里就认为是 这个是好人的时候 我内心安利了一个好人 安利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分别如何去 所安利所加利 比如说你分别判断 说这个是好人 好人的失色处是对方的五蕴 你依赖着对方的五蕴 而安利为 那个是好人的时候 所以你确定是安利为好人 那你就是依赖着他安利为 他是坏人的时候 对你而言是他是坏人 对不对 那你看主要的安利者是谁 安利者我吗 OK 那所以我们平常日常 社会当中 用在哪一个地方呢 主要的是一切法明言安利的时候 每个众生 每个具有生命者 不同的角度来去 安利不同的法 你安利为好 对你而言是好的 你安利为坏 变成是坏的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平时不能照顾自己的地方在这 你确实不想看到 自己的敌人和讨厌的人 往往在你的眼前 这是谁安利出来的 自己去安利出来的 所以我们平常讲 飞而扑火自取灭亡 他的道理就是这个 那所以你刚好 这些都是好人 从自己内心去 都是把他当作一个好人 安利为好人的话 那你没有敌人 这些都是好可爱 好可气 不错 都是好人 对不对 那没有 我们选择下的角度来去 安利各种各样的人 这是好人 这是坏人 这是对我好 这个也是跟随 非理作意的妄念来判断的 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依靠着自己五欲而存在的 五欲是你的施舍处 你的安利基础 不然的话你一生下来是陈先生的成分吗 比如说你是自信成立的话 第一个你不需要依赖父母 第二个是你不需要依赖你自己的五欲 那自信有的我存在的话 有什么问题呢 就不会变化的 它变成有核心的 你变的不是自动变 你变的就是被动的不是自动的 我们变化是自动吗 绝对不是 前面前面变化的因素 产生的那个后面后面就变了 那所以我们都是一个依赖他法者 那我们内外的所有生活条件 它的根源在哪里 他们需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很多的因素 这样的话我们就慢慢慢慢就推理 佛教里面所讲的空这界 空性的看法跟科学家他们的量子学 这个概念是相似的相通的 他们怎么去观察的 这个地球算很大吗 形成的这个地球需不需要因素 一定要很多因素 它没有形成之前 空中有无数的微尘存在 空中算很大的 那个三千大千世界非常大的 总有一天就是这些的空中的微尘 其他的因素聚足了以后 慢慢就是聚在一起 这形成了就是一个大的一个世界 又互相传记 变成了无数的细形 无数的月亮或者太阳 或者地球也好这样 地球是依赖不同 从无数的围尘而形成的 它不是我们想象中的 不需要依赖任何其他的 从无数以来就是变成这样的圆形的 蓝色的 这样的一个地球形成是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那它变成围尘的话 空中有多少的围尘 这是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的 平常我们讲海水不可多量一般 确实如此的 但是我们智慧是厉害的 但是大概就是我们可以分析的 地球是变成无数的围尘 每个围尘也是依赖不同的 更维系的围尘聚合成 不断的推理不断的推断 我们就是思维的时候 终于最维系的围尘 连电脑望大金学文记 都抓不出来的 它变成为光 光是非常强的 其实所有的围尘都有带着一个光 比如说我们现在住在地球 我们看不到地球光 如果你搬到夜球上去看地球的话 一定有某一些程度一定有光 每个星星都有光 每一个围尘都有光 很多聚合起来的话 它的光的链都越来越大的 那你看这样的 我们就是分析到 终于就是变成 围尘就完全没办法 再也不肯分的时候 那有不所承认的就是 无分分的围尘 再也不肯分的围尘 我们不知道佛教所谈到的 无分分的围尘 科学家能不能观察到 那如果再也不肯分的 这个围尘一定有原因 它由于什么因素形成的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析研究的话 那慢慢就理解了 原来是佛教讲的一切法 都是空的道理在这 那不然的话 一直每天从头到尾都讲 空的自信 空的虚伪的 那就是每个人脑子就坏了 那这样的话 缘起 缘起是什么呢 依赖它法者 那为什么呢 任何的法 不依赖任何的其他的法 没有能力能处自己方面成立 当独自己的 如果这样的存在的话 这个叫做自信成立 那么如果它是一个自信成立 地式成立的话 那就一切法 都没办法变化的 变化的原因是依靠 其他的因素才有变化的 比如说我们的死亡也是 是其他的因缘 那如果我们死完也是自信成立的话 那就没有不死的时刻 永远都是死 一切法都是自信成立 跟无自信这两个当中 凡是他自信不成立的话 一定是自信成立的 不是自信成立的话 绝对是无自信的 除了这两个当中之外 没有其他的 所有的天下的万物都是生 住灭者 他是依赖因素者 他不需要依靠很多的其他的因素 导致才生住灭的情况存在 如果他是自信有的话 那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因素 没有理由说他有变化 那就是一切法都是变成不生不灭的 你们慢慢去看一下 生是怎么去生的 生是一定要依靠因而生的 如果不需要因的话 他就不需要讲生这个字 原因是什么 虚空是生的吗 绝对不是吧 虚空不是生的 原因是什么 虚空是永远都是虚空 就不会变化的 他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因素 所以他没有变化 他没有变化 他也没有生没有灭 永远都是如此 那除了这些的之外 天下所有万物 所以诸习无常 所以一切的事物都是有变化性 这种的依赖他法者的话 他绝对是有变化性的 但是依赖他法者都是变化性吗 不一定的 原因是什么 所有一切的惩罚都是依赖他法者 但不是有变化的 当然是依赖他法是一个必须要的 依赖他法的放愁比较大的 比就是依赖因缘放愁大的大 比如说依赖因缘者的话 只有事物的部分 无常的部分 依赖他法者的话 一切法都是依赖他法者 比如说虚空眼视依赖他法者 虚空为什么讲依赖他法 虚空眼视可以看到吗 虚空是色法吗 色处吗 眼视所看到对境的话一定是色法 这个叫做色处 色处的定义是眼视所远近 是一个色处的定义 色处有分来两种 颜色跟形状 这两个之外其他都眼睛看不到的 那虚空是颜色吗 又是形状吗 不是 那眼睛看不到吗 那所以虚空是眼睛看不到的 一问是什么 一问他是长法 那第二个是说我跟你们讲 那我们一般人习惯性就是虚空在哪里 往上就往上看嘛 虚空无所不在的 我们身上的毛细空都是虚空 那虚空眼视看不到 这个根据是我们世青在居社里当中讲的 反复众生认出虚空的时候 他透过虚空见认出虚空来 虚空见跟虚空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仿佛眼睛看到这个 晚上暗暗的本质 白天亮亮的本质 这个就是把它当作虚空来看待嘛 你看虚空中有很多余朵 世青提到的 他说我们反复众生认为是我看到虚空 眼睛看到虚空 你只能看到虚空见 却没有看到虚空 我们看到地的颜色的时候 你以为是我看到地 大概这个是一个反复众生的一个错误的地方 认知不正确的地方 《若有梦者能引导无恋瞒人导致近》 《若有梦者能引导无恋瞒人导致近》 《若是智慧能摄取无言功德去圣国》 他讲了一个比喻 《若有梦者能引导无恋瞒人导致近》 的意思是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很多的瞒人聚在一起 都是瞒人 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能力引导其他的瞒人 没有眼神看不到的 他们没办法互相帮助的 那这个里面其中有一个正常演技的人的话 他有能力一群瞒人都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地 就可以达到一个他们想去的向往的一个城市里面 就可以顺利到达的 那这个城市是彼岸旧经验派 他有这种能力 末的比喻主要的就是智慧的意思 波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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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浪 六地菩萨以上的话 他们没有达到六地那样的智慧 波罗波罗蜜都真圣 也相对六地菩萨来讲的话 五地一下的其他的菩萨 包括我们三界轮回当中的所有的宗神 都是盲者 就没有智慧的人 就是类似这样一般的 无言就是没有达到如此这样的智慧者的话 就像是没有言计一般的 也许我们拥有了智慧摔水了 拥有了掩饰摔水了 那这样的情况下 达到六地的时候 智慧能摄取的意思说 他再利用智慧来夺毁了无言功德 以前已经衰退的 没有言计的这个 布施 吃剑 忍入 精进 禅地等等 这些的功德都是被波罗蜜都所摄持 这种的情况下 他后数达到佛果 这个圣果是佛果的意思 阅称的表达的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呢 智慧是非常重要 智慧当中的政务空性的智慧更重要 正务空性的智慧当中还是六地菩萨一上的 真圣的智慧极重要 如比通道深圣法 依于经教及真理 如是龙蒙中论中 谁说安利经当书 月称律师作作了《入中论》 他在里面所谈到的这些内容的话 他说他不是我自己制造的 这个也是他依于龙蒙龙树菩萨的意理 他所说的真理来告诉大家 如比通道深圣法的话 这个鼻是谁 六地菩萨 六地菩萨 如此通道的这个深圣的法 深圣法就是生一地的意思 空性 非常的深奥的 真的是很难以理解的 达到六地的时候 通道空性的智慧 真圣 前五地的当下 出来没有拥有过这样的真圣的一种状态 那所以这个时候 都得到了不共的一个面地 这个是龙树 月称他们所承许的面地 就是他被生成一个空性 六地菩萨 他如此通道的这样的深圣的法 月称律师 他不是制造出来的 依于经教及真理 你看依靠真确的教理 真确的经教是什么 释述文的佛的大博尔经 龙树他著作的中观理句六论 等等依于这种的教级 还有无数的真理 依靠无数的真理来 透由这样的方式来向大家解释 如是这个都是一个根据龙蒙诸论中 龙树他自己的中观根本汇略当中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个提到的 谁说安利 经当说的意思说 我随着龙树菩萨 我跟着龙树菩萨 而他如此宣说的那样 我也是今天告诉大家 随所安利 随所安利就是 我跟随龙树菩萨所安利的 所说的 向大家解释 这个就是一个月称他自己讲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就是我们要了解的部分是什么呢 比如通道深圳法的话 深圳法是什么 空性 那空性的话 我们大部分人空性的认知 还有就是空性的看法是比较薄弱的 到底是无我是什么 空性是什么 那就搞不清楚 对于我的看法 过去的那两头四月的阿舍利他们的看法 就是一定有深入前途的差别 清片论事啊 还有世青啊 武卓啊 他们的看法就比较去下语 就是既步有步为事 还有中观秩序派的看法 圣天 几天菩萨 龙树 月城 那一类的都是取下于中观秩序派的看法 那这种的不同的情况下 又有什么样的的起作用呢 其实这个都有起到很大的作用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每一个人相聚当中 有无数的深入签署的颠倒式 比较出钱的颠倒式 错误 有比较深奥的颠倒式 错误 还是连粗辈的部分都没办法斩断的 没办法消除的 这种的情况下 过去的大成就者他们 他们提到了这样的深入前途的 无我的看法的时候 那慢慢的我们就是透用 学习这些的真理 跟他们所提到的内容的时候 那逐渐的我们也都得到了深入前途的无我的看法 那我们自己得到了深入前途无我的看法的时候 那就可以减少 所以我们深入前途的这样的错误的一个颠倒的事就减少 基部跟永部他们是承许了无我 他们只是承许了不特前途无我 他们不承认法无我 那他们所承认的不特前途无我是什么呢 他们也谈了深入前途的差别 维系的无我跟粗品的无我 不特前途产业自在空是一个粗品的无我 不特前途能独立实质空是一个维系的无我 不特前途能独立实质空完全是比不特前途产业自在空 就比较难的 我们自己个人的相续当中拥有 只为不特前途产业自在有我的看法 还有就是只指为不特前途能独立实质 有我的这种之心依然存在 世界上有产业自在有我没有的 这是外道才承许的 信仰大自在天王者的话 他们认为是大自在天王是常访 它是一个永恒性的永远不变的 大自在天王它不需要依赖其他的因素 它永远不会变化的 那这样的一个天王你就承认的时候 那你就承认了产业自在的有我 我们问他们说大自在天王是有变化吗 他绝对不承认 大自在天王不会变化的 所以这种的看法也是可以说是 不得及了产业自在有我的看法 其实我们也都多少少有了 那你先了解产业自在空 再来慢慢的去思维的话 才能感受到我们自己个人心中 拥有这么多的一个职位 产业自在有我的这种看法 其实有了每一个人都有 现在受教育 慢慢的透有正确的真理来去思维的时候 我们有点感受到原来我不是常怀 我永远不停的变化 平时没有深层的去思维的时候 自自然的就我脑子里面出现了 我今天也不会死明天也不会死 我们也就是感受到的一个不变化性 其实他的背后的操控者 就是无特切罗 只此为产业自在有我的 无垢就是熏导到我们 染染到我们的心 永远都是受他的影响 你看我们自自然然显现出 哎呀我一分一秒都我有变化了 到了第二分的时候 第一分当下的我就是灭了 没有了 有没有这个感觉 绝对没有 昨天我存在 今天也是我仍然存在 到位置之间 我永远都不会变化的感觉 缠纸的概念就是这个 那我们嘴巴讲缠着缠戒 还是我们很有很多计划 哎呀我就是希望明天得到什么 后天就是我做了什么 明年我就是变迁了怎么样 没有任何人说 哎呀早上我起来的那个是我的浅血 他现在不在了已经灭了 那一分一秒前面前面 那一段就是已经灭了 再也不会复生 谁能感受到 没有了 我们是一分一秒都不停的变化 没有停止不且的一分钟的机会 没有了 永远都是变化 那当然是我们这个感受不到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是受到了长日长期的影响 我们没办法透彻的了解 自己的生活也好 生命也好 自己本身也好 他的真正的真实的面貌 完全感觉不到 那拥有这样的看法的时候 他如何影响到你的思想 或者影响到你的修行呢 肯定会有的 米洛罗伯大师他有提到过 通道了无常的时候 他连去踢水的时候 也是非常紧张 赶紧跑 为什么呢 踢水的过程 突然去世的话 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真正的通道无常 我的时候 一定有休息 有某些程度才来积极的 那现在我们呢 没办法积极的 有一点点无所谓的感觉嘛 尤其是有些人呢 学习佛法 实修佛法 就有点把他当罪着 哎哟 待家里也是很无聊吧 对不对 那去听听课啊 说热闹热闹一下 还是不错的 所以心就是有点散烙的状态 主要的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所有天下的万物 都是一个变化性的 包括我自己 甚至我自己的生命 他时时刻刻都不停的变化 没有一刹那 前置不停的时刻 这种的情况下 一点一点变化 比较从维系的角度 一直变化到出品的 所以累积起来 就是慢慢慢慢 就是这样的变化的 不是说就是一天两天不变 突然就一个月变化就很大的 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永远都是变化的 一切的万物都是一个产业自在空 没有产业自在的有我 他绝对是依靠自己的音乐而生 所以他绝对不是一个不依靠音乐而当独者 确实桌子也不是产业自在有我 我也不是一个产业自在的有我 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是我不是长法 第二个就是 我是依赖音数而产生者 我绝对不是不依靠音乐而产生者 不是当独的 那这样的话 我不是一个产业自在的有我 那么能独立实质空的话 比这个更深的 我们彻底了解任何一个事物 它是一个无常的话 就能了解它是一个产业自在空 这个上面我们能了解产业自在空 但是还是不能了解能独立实质空 能独立实质空就是不依赖任何的制分成分因素 而能从自己方面当独的一个法 这个叫做一个能独立实质有我 但是任何的事物都没有符合如此这样的条件 这样的话就是一切法都是能独立实质空 绝对没有能独立实质有我的法 即不永不所谈到所谓的一个无我 就是这个